在我們詠春以外的 李小龍在美國裏面就叫這個叫全境 其實在詠春裏面我們沒有叫全境 我們叫長橋法力或者叫短橋法力 為什麼我們去到這個時間 我們會發一股力呢 就是當 比如他過來打我 比如我打一去,放這個手在這個位置 我在這裡,通常我這個手打 你會怎樣呢?他要接 但是通常我這一做的假定 我一去一拳我們就要打他了 在這個時候,一發的力在這裡 那我們的力量呢 大家去試一下 當一發這個力量裡面 不是打手力 在這個位置,打的時候 是滿,爪,薄,腰,馬,膝 去打的 他發這個力,是很短的 我們不會打到盡人 我們一去的人的力就要去 所以當他這個拳,打你的手 小心人家的手,所以 如果他一去打我 他打來,我們永遠再攻我 我們永遠沒有給拳頭 放在中間 為什麼呢? 我們有這些東西賣 我們也要提防人 這一刻,打完這個 我們叫長橋法力 所以你打完他的手 你看我打完這個拳 我會放鬆一手 然後把身體爆發出去 爆發出去 所以這刻叫長橋法力 大家也可以參考我的方法 看看大家 去交流一下 大家互相再去練習